大家看到是第一场比赛 听说穿红色服装的平野今天发烧 刘伟是不是状态不太好 对 身体状态不太好 今天发烧38度多 这几天也一直没有训练 平野这次到中国来参加 平超已经打了一个多月了 对于中国平超联赛的这种节奏 他还是不太适应 一般他们在国外打比赛都是阶段性的 不是说连续作战 是吧 对 因为他是前一段在女子世界杯当中 刚刚夺得世界杯的冠军 之后没有几天就到了中国来征战平超联赛 所以也是马不停息 你现在从感觉上看 并没有结束发烧 但是每个运动员真正要想成功 都批准克服很多困难 对 那么从名单上来看啊 蔡老师 今天这个八一队呢 是采取了这个盗牌 八一金箔控股队 就是一般情况是木子 是这个队的这个一号主力承担两单的这个比赛 那么这场球呢 这个狐狸梅承担两单 也就是打一号主力 重要的就是想来抓这个平野梅宇 现在从平野梅宇这个年龄段来讲 说我们中国的这个运动员 这个在技战术方面有哪些不同 那么在青年队 青年队这个最好的这几个人 他们都有过交锋 也就是在亚洲少年比赛当中 那么中国队这个青年队的这些小孩 十五六岁的这一批小孩 也都是战胜了 今年的比赛都战胜了这个平野梅宇 还有这个一藤美城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日本 可以承担很多的大赛 这是中国青年队 就是同龄运动员所没有的 他们就是可以参加很多的这个公开赛 大奖赛 可以就是带来很多的这个经验 有很多比赛的这个经验 它的成长的速度要快一些 现在大家看到穿蓝色服装的是狐狸梅 这也是金博控股八一俱乐部 这两个俱乐部呢 鄂尔多斯大家都知道了 是吧 一提这个鄂尔多斯 1980就想起来 看那个羊龙山 他是做羊龙山的 这个鄂尔多斯也是这个羊龙集团 创始于1980年 所以叫1980 那么这个金博控股呢 它呢等于是搞石化农业啊 它是在山东的薄星这个地方 鄂尔多斯呢 就是当地在 鄂尔多斯 所以是一个 哎 刘伟 他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这个鄂尔多斯 这个大家都不太熟 鄂尔多斯 它是一个这个 它赞助这个平超的这个队的呢 它是这个羊龙集团 其实鄂尔多斯集团它有很多 像房地产煤炭有很多这个企业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集团公司 那么这次赞助平超的呢 是用这个羊龙集团来这个赞助平超的 是8.1呢 是打起来比赛以后 他们又加入加入进来 直接这个赞助 所以说这个 据说薄星这个地方的 这个体育运动开展得很好 对 鄂尔多斯这几年啊 过去呢知名度相当高 其实它的体育项目也非常多 像马术啊 像自行车啊 像越野啊 这都搞了很多 这次呢是在师范大学 就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主场 这个内蒙古师范大学也是很厉害 它是先后 因为我呢 我也是郭浩特出生了 68 了解的比较多 它这个是先后请了两院的院士 就请了大概有五个 而且特别是对这个蒙汉 这个教学两方面的语言的教学 可以说是领头羊 就像包括一说起这个动物 内蒙古啊 大草原 就像内蒙古农大啊 其实都是一样 它们都是起了很重要的 确实这个内蒙文化博大精深 也感受内蒙文化的同时 觉得特别过瘾 内蒙歌曲 内蒙的草原 内蒙的马术 我觉得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这几年呢 内蒙的乒乓球始终能保持 一个拼桃联赛 你像十个队 内蒙老有一个队 我觉得这个就不简单 对这是第七年 现在八平 这是关键球处理 狐狸梅呢 他的出名就是在这个直通试拼赛的时候 有一次呢是打了 我记得打了个第一吧 在这个 对 所以一下出了名了 第一个就是直通的时候 第一个闯进这个名单 是吧 对 所以属于凭实力打进来的 但是这些年呢 好像发展速度慢了一点 漂亮 太轻 也得全开一点 另外狐狸梅在2014年的卡特尔公开赛 他是获得了单打的冠军 2015年青云会双打冠军 也是获得单打亚军 2015年的全球锦标赛 团体比赛获第三名 在萧球手里边 也是成绩非常出色的 狐狸梅呢 就比这个平也要大几岁 今年21岁 9比9 9比9这一局呢 这个现在关键球 平野发球 应该说 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说狐狸梅发球的话 这个球 就作为平野来讲 很难取胜 我们看平野打萧球的这个功夫 还不是很到家 因为这个在拉弓方面 他还在就是持旋转 所谓的持旋转 也就是狐狸梅通过在销球当中 搞这个转于不转的这个销球 使得平野这个拉球 有时候出界下网 这个就叫持旋转 这跟日本队缺乏好的销球有关系 他们很少能够有机会 去他们练 十比十 十比十 作为狐狸梅来讲 其实现在 这个自己拿发球拳 他完全可以发完球之后 这个抢拉一板 在这个抢拉一板当中 也可以起到扰乱对方的作用 大家看平野先采取的办法 就拉掉结合的办法 对 搓拉 有机会就发力 没机会就这么来寻找机会 然后再杀手锏 再大板 十比十一 这个其实对销球打呀 蔡老师完全 就是说 反而特别需要体力 刚好呢 今天平野又发烧 我估计他是脑子 现在是蒙的情况下 能打成这样 因为八一队知道 他对销球的能力不是很强 所以说才这样排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能打成这样的这个比分 还是不错的 对旋转的控制 看来还确实实物率比较高 对 尤其在拉掉结合过程中 再出击的时候 是 十五多 是 你看十比十 这两分就说明什么是自信心问题 而不是能力问题 它完全可以周旋 但是打到十比十 输球基本上就是自信心上面 不是很足 所以说这两分球才拿不下了 尤其是最后一个球 我们看到最后一个球 输得很仓促 这是八一队的这个曹真 现在也当主教练了 对 八一女队 这个 我听说好像 即将接任 李毅是不是回天津了 对 是吧 所以他现在担任主教练 这个是平野的教练 叫王瑞 也是曾经是河北队的 在河北队这个 打过球 在国家青年队 国家队也打过球 那么现在在日本也入了日本级 作为平野的这个教练 马上他可能会成为 日本这个国家青年队的总教练 确实 确实你看这个孩子特别可爱 他打打打打晕了之后 这个战术不知道该怎么打 他下来就看他赛前准备的 这个战术 一些技战术准备资料 就刚才翻那个本 对 他就会去翻一下 他父亲呢是一个医生 我曾经对他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孩子特别可爱 我曾经也问了一下 我说他的这个家庭这个背景 他父亲是医生 应该是姊妹两个 他妹妹也打球 这个医生 如果是做手术的 外科医生的话 那可能就 他这种严谨 可能就会有一种继承 对 都是这个耳濡目染的 这孩子一看他长得 就是很萌 挺可爱的 但是特别能吃苦 也特别能练 应该说就是通过拼超 对他的了解 觉得他的硬件 就是作为16岁的小孩 他的技术上面的这个硬件 应该说已经历练的非常好了 那么他现在所欠缺的 就是就像打销球 这种节奏变化 临场的这个经验 这方面还不是很充足 但是随着年龄的成长 以及他现在已经在 这个国家队 他已经是排在 原来没拿世界冠军之前 他在日本是前四位 那么前四位当中 也就是福元爱 石川 伊藤美成 还有他 但是他率先拿到了女单冠军 没错 你不管怎么样 这也是一个命运的安排 没错 运气好 对 抓住了千载难逢的这个机会 那么现在他也上升了 日本有两个奥运战略的 这个叫奥运基金的 这个资助对象 女队有一个 男队有一个 女队只有他 有这笔资金 用于出国比赛训练 你看他到中国来 这个比赛 一来就是一个小团队 有队一 有老师 因为他现在这个 作为日本对他来讲 就是应该说 这个网开一面 就是从他这一批 重点中的重点 对 从他这一批运动员开始 就是十五六岁 可以成为这个签约选手 所谓的签约选手 也就是职业运动员 明白 像以前像他们应该是 主要就是在学校里边学习 之后大学毕业 进入到这个实业团 所谓的实业团 就像公司 才成为职业运动员 明白 那么现在就因为2020 他们提前成为了 这种职业运动员 所以走到哪 就是移动教室 移动课堂 就是日本的一个老师 跟着他来上课 有这个教练陪练 那这等于他得五个人了 这个团队 那五个人这个费用也很高 那都由日本来作为重点资助 对对 奥运基金 明白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日本对于乒乓球 对于2020奥运会一个举国体制上的一个举措上的改变 另外你像今天我就觉得在发烧的情况下 能够坚持 我认为虽然可能对他来讲可能很痛苦 但是对他的成长来讲 我认为这种价值是非常高的 对 其实这个 这种也是一种 就看你如何看待 发烧觉得不好 又直播碰上发烧 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但是任何事情一分为二来看 坏事没有 没准可以转变成好事 那当然了 通过这个发烧当中的这个比赛可以历练自己 万一发烧如果赢了这个销球 那么对他打销球的自信心会大增 那当然了 就是如果说你就想我发烧的时候我都赢 等我这个吃饱睡足了 我再跟你打的话 精力充沛的时候跟你打的话 对吧 这个就自信心增长 但是如果说能够经历下来 就是像这种球 就是说输是正常的 没有关系 我老跟他们讲 我说像这种上场就像上战场一样 你可以牺牲 但是必须壮烈 只要是壮烈牺牲 就可以就可以养这种状态 就可以养这种这口气 就可以又累积又增加了一口气 没错 刚才呢 这个北京大学的全世界冠军 傅教授刘伟给我们 特别讲了一些对平方球方面的一些认识 特别是结合现场的情况 作为每个队员的成长 像狐狸梅21 对方的平眼只有16岁 在16岁的一般在家里头还是宝贝 都是父母都呵护的 你看这个在发烧38度的情况下 硬挺着去打 而且还要打出来 这个在他们幼小的这种心灵中 我认为呢 是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力量 或者说以后呢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他从这个时候就有了这种练习 当然可以看到就是 两个人在这一局开始的时候咬得很紧 其实呢这个平野呢 他这个拉掉啊 有一段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后来呢 稍微有点急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好像缺一把那个杀手 就是没有一个说我能就给你个机会 你能打他打死 他这个能力还不够 对他他现在对付萧球是搓拉当中 有机会在扣杀 他没有那一把暴冲 这个球是好的 他可以就是轻拉 加上落点变化打萧球的前后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一个一个战术 那么随着他这个 其实打萧球就是一个得分点的一个累加累计 那么他现在只有一个扣杀可以得分 随着他打萧球不断丰富 每个人对付萧球 就是你的得分点到底有多少 有几个得分点 哦 狐狸梅这个兜也是很厉害 他这种反拉 有的时候就是顺着对方的旋转 这兜一把都是很有威胁的 这第一局这个平也是有机会的 这样狐狸梅第二局 因为你觉得这个狐狸梅要和五阳比的话 嗯 你感觉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他们俩 蔡老师您这问题问得太好了 我觉得这两个有很多东西吧 用这个对比的方法 对比就比较出来了 那么你这样一问我马上脑子里边就就这个产生出来一个想法 就是功力深功力深厚不同 就是这个就像这个练武功一样 他那个功力练到几成 是吧 那么你在就是看着狐狸梅打球 你再看这个狐狸梅也很棒 作为这个小将 你看他的效忠反攻 应该说他比这个五阳在这个进攻上 这个对拉上面有他的这个独到之处 但是这个五阳在每一板 他已经就是精雕细刻到每一板 像搓球啊 销球啊 拉球 发球抢攻啊 你没有一板是舒服的 就是他的球过来 你就算是一个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搓球 你也很难 就是说很难出手去下手去拉他 有搓球有转不转 还有拉的那一板球 是吧 他就比较比较有特点 并且以旋转组成 没错 正手死转 是吧 就是他那 反拉的时候比狐狸梅那个威胁要大 凶狠 凶狠 好 刚才呢又介绍了五阳和狐狸梅的区别 就是按刘伟说法 就是功力 五阳明显的功力还是要深 所以狐狸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虽然很棒了 还要不断的这个再加强的这种努力 这个销球手呢 很重要的就是发出抢攻 从那个丁松开始 当时95年的时兵赛 丁松呢就发出抢攻 非常威胁非常大 后来呢就到了周世贺 到2003年的巴黎世界乒乓机取标战 之后呢输给了施拉格拿亚军 那次实际是销球拿冠军的一个绝佳的机会错过了 那现在中国女队呢这个不缺销球 像舞阳啊 狐狸梅啊 包括前面的那个范英 其实都是世界第一销球的水平 好的 现在他对这个旋转 尤其是在销的过程中 对方突然兜一板的这个球 对上拳的这个控制 已经找到了这个很好的方法 嗯 他就是这一局平野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肯定会放手一搏 就是可发力不可发力的球 他都会选择发力 嗯 嗯 因为比分 比分所致呢 漂亮 好的 那这一局里头平野的一个最大特点 就是在他进行拉的过程中 对方如果说反拉 球突然变成上选 他赢前打中上步 就控制的这个板型控制非常好 而且很果断 这几球都打中了 狐狸梅现在变化了 你看石头不行 所以发球要抢 4比1 嗯 这个副裁判 大家看这是霍日查老师 也是内蒙古师大的 这个乒乓球的国际级裁判 就是在这个学校 内蒙古师大乒乓球氛围特别好 我也听说了 这些校长啊 老师啊 以及学生啊 那个 那个乒乓球场地都爆棚 那太好了 嗯 其实呢 内蒙古啊 它这个地方 尤其是这个气候 冬天比较冷 所以比较适合市内运营 尤其适合乒乓球 包括像呼伦贝尔拼鞋 像西林锅罗蒙拼鞋 都是边远的地区 我觉得这个乒乓球 国球为国民健康服务 在这一点上啊 在这个内蒙古体现的是 非常的突出 另外像我们的国手 上次留下咱们一块讲的 那个那个 那个 谁 就是那个 萧球手 陈卫兴 嗯 他就是活号特人 嗯 其实我们过去呢 那个内蒙古也出了一些运营 嗯 你看这种球的失误 就对旋转吃得不是特别准 嗯 因为你觉得 这是不是应该说 它判断上 首先还是不准确 嗯 就对这个旋转兴趣 这个球就是说一看 就就跟一说这个什么事 没走心 嗯 就像那个蔡老师说 嗯 没有吃住球是吧 其实他是没有走心 嗯 我老在说 打球有三个境界 第一个境界是用手打 第二个境界用身体打 第三个境界是用心打 嗯 就是你这个练功也一样 乒乓球这个技艺 其实也就是一个功力的体现 嗯 嗯 你在场上展示出来的 这虽然是一刹那 嗯 但是呢 就是大家不为人知的 背后不知道要练多少拍才能这么一挥 嗯 没错 四比八 你看这比分啊 我我看就是后面啊 这一局这个就看平野如何处理吧 这个我觉得这个狐狸梅这个如果说抓紧一点这一局还能咬回来 虽然是八比四平也领先 嗯 这个时候就叫多拍回合啊 嗯 这个主要是练功夫 功夫不到 你在这个回合中你打八线人的九线你就输了 嗯 在这个不丢的过程中啊 就要看 对到最后有拿手的东西得有得分的东西 现在平野这个得分点啊就是呃我们很难看到他有什么特别突出的 因为他这个进攻啊没有那种像李小霞啊那种那种凶劲啊或者像丁宁的那种黏糊劲都没有 但是他呢你看也是在不断的好的 他现在对这个对方突然兜一把的球或者是挡回来的不太转的球他现在掌握的不错你看都是人钱掌握的非常好 对那么你看就是蔡老师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啊就是五阳跟狐狸梅狐狸梅给对手的这种压迫感是吧给对方的这个压迫感其实是不够的 没错但是你如果说要是五阳拿着发球的话他首先选择发球抢冲 冲你实在不行我再退到中远台去销对吧我有机会我绝不绝不错过 但是狐狸梅相对这个这叫技术风格相对来讲就有点就是比较老实对吧 还是这个销的多是吧 这笔球你看你刚才讲完了说他搞不好但是呢人家也搞好了 就最后这几球确实搞得不错是吧你看他这种对这个笑点 这样呢平野现在拿到了一局这一局非常的宝贵 他因为比狐狸梅要小五岁啊而且呢平野的最好成绩除了世界杯子冠军在2014年也就是他14岁的时候就拿到了德国平方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的冠军 这个平朝联赛的这个主场啊搞得这个这个特别红火在内师大这边呢有这个学生的这个拉拉队穿着蒙古服装完了以后宰歌宰舞这个虽然不像NBA这么热闹吧 但是也有点有声有色的搞得你看拉拉队这边也是这个这个群情激昂的在给这个平野美羽加油 没错 还是喊美羽加油 要如果看不到字幕也得美女加油 对对对对 而且他这个整个场地我觉得也不错 你看这个场地实际是个蓝球场 但是呢打平方球呢如果再小一点可能更小 对对这个管大小合适乒乓球这个拼抄比赛放一个台字的话这个大小合适 因为乒乓球这个它的重点其实是旋转啊它和其他球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旋转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可是这个旋转呢你要想看这个旋转看出来是什么转这个太难了 那现在央视呢也正在做这个工作比如通过高速摄影机来体现出旋转的变化 但是呢在这个现场的观众如果离得很远的时候你就更看不清楚 它这个手上到底什么时候接住的球哪一瞬间拍子和球发生碰撞 它的用力方向用力大小也更看不清楚 所以这样呢就是乒乓球呢往往到国外的时候都是非常小的 你看世界杯我去我觉得很奇怪 它就像谁们家一大客厅一样那么感觉的并不是特别大 那长短的距离可能我估计有40米 这个宽度也就是那个场地的宽度就20米 所以它人基本和球台的距离非常近 我觉得我们可能慢慢的随着这个全民健身的开展啊 以后呢就是专项的体育馆可能会越来越多 现在我看为羽毛球专门做羽毛球馆做网球馆都是定向的来做 我想今后可能这个乒乓球馆对也会出台 确实您这一说蔡老师我就想到我今年去看那个中网的那个决赛 到那个场地里边之后 其实它那个设计场地跟观众席的距离以及灯光一进去之后啊 我就觉得哎呀太舒适了 对特别舒服 所以您这一说我就觉得其实现在乒乓球场馆大多都是什么篮球馆 是吧完了以后都是体育馆 并不是说这个专项的专门的乒乓球场馆 那个我觉得这个您这个思路 今天我觉得咱俩这个一起解说啊 就是说出点心意来 也就是能不能量身打造一些乒乓球场馆 适用于观看一场乒乓球比赛的 它可能有点头晕你看看 捂着捂着头 它毕竟发烧多少多 38度多 38度多 所以这个平眼眉宇啊 真是值得我们的运动员很好的学习 六位教练你再介绍一下现在这个教练 教王瑞瑞利的瑞原来是河北队的完了那个进过国家队去到日本已经应该很多年了七八年了也入籍了 这个是平野的私人教练 他带平野不到一年的时间 平野就拿了世界冠军 世界杯女子 世界杯的这个冠军 之后回去可能马上就要上任这个日本国家 国家青年队的主教练 所以这个当然平野拿世界杯冠军也是赶上我们中国队没去 对 是吧 所以这也是个运气 当时我记得我姐说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当时那些运动员反而紧张了 为什么呀 平时都没机会 中国一去了中国冠军 可是这突然中国不来 不来这时候谁能拿冠军 每个人都觉得有希望 确实 这个通过这件事 就是说平野是八进四赢的一同美城 四进二赢的冯天威 决赛赢的台湾的 中华台北 中华台北的 对 中华台北的 郑一静 郑一静 对 这三场球对他来讲其实都不容易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去之前就想拿冠军吗 他这个教练说没有 去之前就想赢一场就行了 去之前的状态特别差 说赢一场就行了 最后拿冠军 所以我就在想 其实这个机会是有给这种 这个时刻准备着的人 准备的 而不是说机会来了 我抓抓紧 我努努力 对吧 你哪知道中国队不参加呢 你哪知道你有这样一个 千载难逢的机会呢 对吧 因为他时刻准备着 所以说他来到中国之后呢 我就发现平野这孩子 就是非常喜欢球 非常爱球 另外一个也特别能练 心态特别好 明白 不怕输 他虽然不会打小球吧 他愿意去敢于挑战 明白 我觉得这是这个孩子的这个 这边运动员比较优秀的这个地方 你看他这个稳定性还不够 你看刚才赢了一局 接着你看这个球就打到0比8 对 就是他这个稳定性不够 稳定性不够也是运动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功力不够的表现 就是年轻经验不足 哇 这个球销得漂亮 0比9 其实体育最后传达的是一种精神 谁赢谁输 这可能是战时的 最后体现的是一种精神 你像平野今天38度发烧 在这种情况下 硬挺着去打这场斗赛 而且打得非常不错 就这一点来讲 我认为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内心深处 对他有一种尊敬 而且对他未来的这个路 他虽然已经拿到世界杯的冠军 中国队没参加 那我想16岁后面还有很好的机会 他对旋转的这个理解和手上感觉不是很清晰 在第四局当中 狐狸梅加大了转于不转的这个使用 所以说这个很快就拜下阵了 没错 这样呢